我就是拿著這個來道歉 欸我可以接受耶 可以 你說這樣可以接受 接受吧 陳婷你可以 跟幼竹 知道了 你有買花給幼竹過嗎 應該是沒有 我覺得是沒有 感覺內術都不是我買的 是豆瘋 哇 直接 KEEP BOOT 沒有 沒有 拒絕溝通 未督未回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們還是在死 還是在死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答應了才噴水 這個角色讓我了解 什麼是愛自己 因為我從來不懂 什麼叫做愛自己 但發現在這種情況下 當性真完全沒有安全感 在愛情上 或是跟家庭 或很多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那些沒有安全感 沒有自信 其實都來自於 他自己缺的那些 動 然後要補滿了 其實只能靠自己 當性真真的 永遠在硬著 然後走出那個門 剛好就是有那個 太陽的光 然後就覺得 其實 有一種 鬆一口氣的感覺 Love myself 愛自己 學會愛自己 心真要學會愛自己 Bye Bye 請問一下畢加達 對於這部戲 自己的表現感就怎麼樣 我們不方便回答 那很快 這部戲自己的表現感就怎麼樣 我是覺得 呃 沒有一百也有九十吧 真的 原來小畢是這樣的 對 這麼驕傲 沒有 多虧 友好的經紀人的教導 對 這倒是真的 對 那小畢對於這個 雞腿男有什麼想法 雞腿男有什麼想法 好啦 祝福啦 祝福們 好 那請問一下經紀人 對於那個 山羽女的仇恨 會感覺怎麼樣 超級不爽 超級不爽 我覺得說 有沒有把我放在眼裡 你現在是把我 然後又把人家 你就是腳踏多條腿 不是我家製作的嗎 不是你設計的嗎 不是你設計的嗎 機器人 那還是會有點 還是有點吃醋 這很吃醋 因為他 他在瞪我 我很怕 他在台下 一直這樣瞪我 我本來看到 所以你在幹嘛 很可怕 不是我 不猜 妳好壞 後來他才跟我說是他 他自己家的求婚 他自己說要嫁給你 這什麼狀態 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在搞什麼鬼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只看過兩頁劇本 OK 前後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那個超級一點點 沒有 他是 他是名稱他 柯南裡面的A 對 就出場數最多的 這幾個人的 谢谢大家